和媽媽叛愛兒入土維安 現在突然間她進去了 和我講一聲白白的機會都沒有 現在她進去再也沒有寶貴心靈 所以我的大力很大很大 已經三個月了 和媽媽還難以接受喪脂之痛 她和品學兼優的兒子阿濤 住在45J1樓 當日阿濤一個人在家賺書 就這樣撞身牙力隊 政府的調查報告 只是不提誰要負責 和媽媽很失望 她寫過信給特首 希望盡快有靈委安放阿濤的骨灰 和申請在內地的女兒來香港照顧她 但到現在 什麼消息都沒有 失望的不止和媽媽一個 住在5樓的李女士 當日抱著6歲的女兒 逃出生天 幾萬元的財物 什麼都沒有了 結果看完報告之後 很心悶 因為其實報告什麼都沒有交道到 或者要向誰追討 協助他們的區議員說 曾經幫他們申請過法援 打算追討賠償 誰知道 被法援的人問回頭 要追究誰的責任 她擔心到現在都不說誰負責 災民要追討就難上艱難 無所謂好 您不要再討論 為什麼 複雷 堅持 無所謂 請